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英華我是居頂帶 好 頂帶哥今天這個家權指數開高走低 結果後半場幾乎都在這個平盤之下來做震盪 那麼現在來說的話指數是維持在 8279點還是下跌0.3%左右 量的部分現在才700出頭益 那麼今天整個指數是再度失守了8300 很多的個股包括在這個大力光可成瑞宜 今天表現都還算是不錯 但是金融股今天不太夠力 LED也往下掉低潤的部分 這個表現也不是太過理想 好 這個盤式大家說 不是說就在這個8300上下持續震盪嗎 禮拜三台指期就要結算了 在這之前的話盤式怎麼看 好 還是在這邊盪 還是在這邊震盪 不過今天幾個重點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幾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禮拜 事實上是算精采的一個禮拜 全世界都在矚目 然後我們也看到今天亞洲也很刺激 你看這樣大陸股市現在又在拉抬 大陸股市稍微稍微 現在又跌了400多點 我們來看一下大陸指數的盤中線好了 盤中線給大家看一下 盤中線 你看這個震盪很大 這個跌了4% 甚至更差 跌了這個創業板還跌了7%多 跌到7%多 你看這個現在還是跌5%多 那你如果以大陸股市來看的話 黑天鵝會不會又跑出來了 這個因為上一次的國際股市 在這個8月份的這一塊 是由中國大陸所引爆的 那會不會中國大陸再度引爆 這個很奧妙 因為剛好在這個禮拜 聯準會的利率會議之前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亞洲市場上 當然是台股最強 台北股市在6月7月都是全世界最弱的 那現在反而是全世界相當強的一個地區 你看亞洲股市日本股市 就跌了1%多 南海也0.5% 我們大概尾盤 你看台積電是收高1塊錢的 那麼大概又要回到平盤附近 今天尾盤大概有機會又回到平盤附近 那就是說台北股市真的是很強 那很強是不是代表說 我們這樣來推論 那麼大陸股市就是不承受重挫 那如果大陸股市跌 你看亞洲市場上全部被大陸股市所影響 應該只有我們沒有 那是不是一直說大陸股市持續走跌 然後美國聯準會利率會 如果美股也跌 那台北股市就全世界一枝獨秀 對第一名 第一名 這個我也不敢跟你保證 會不會這樣子 我還是覺得這個後續還需要觀察一下 因為這禮拜是重點 尤其我們再來看大陸股市 是讓大陸股市的這樣子跌法的話 這個讓人家有一點懷疑到底 因為你那個深陣層子的話 好像又跌破1萬點 好像又快要來接觸前一波的低點 那這個創業板也很接近 那麼商證中和指數也很接近 你看最後一筆就拉上來了 這個都是台北股市是相當厲害的 那相當厲害會不會一直厲害下去呢 這個我覺得很懷疑 沒有證所稅的問題啊 證所稅過的話是利多還是利空 這個很難講 因為台北股市沒有漲到 不是沒有漲到漲了一大段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而現階段來到相對的高點區的話 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還是要留意 證所稅一定過嗎 易華你可以跟大家講 證所稅一定過嗎 好像也有變數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萬一有變數怎麼辦呢 這種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你做短一點 這一兩天讓全世界股市 證所稅高一個段落的話 我還是那一句話 不用怕沒股票買 只怕沒錢 你沒錢輸到一屁股了 那現階段怎麼辦 方向看不出來的東西 方向真的看不出來 就不要了嗎 空手嗎 空手也可以官網也可以 你要做當充的話做短一點 做短一點 因為有些股票有時候只漲一天 而且現在你看看 雖然有一堆股票在漲 但還是有一些很多問題的公司 你看那百灰 有望 偽蒙 你看那些都又不太對勁了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還是多空在這邊激戰 你不妨再等個一兩天 讓情況比較明朗的時候 再做一個 尤其你看大陸股市這種跌法 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好 那麼把這個時間交給易华 好 最後一盤的部分在台積電 還有中鋼 鴻海以及中華電信 都是有買單的超進 所以在指數的部分 最後一盤是往上拉抬的 那麼是強力守住了8300點的一個關卡 那麼最後是手掌了8307點 小掌了一點而已 幾乎是黏在了平盤來做收 那麼今天量的部分呢763億 跟上個禮拜的均量來相比的話 今天的量還是偏比較少一些些的 好 在這個結算之前 甚至是連準會公佈這個會議結果之前 是不是整個指數持續的震盪呢 那麼現階段最好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還有更多的分析 馬上回來 2 3 9 2 3 9 2 3 9 8 8 今往超盤軟體說明會 將您如何趨吉畢胸 9月19號禮拜六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南 9月20禮拜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免付費報名專線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蛤 明星賣萌大集合 誰得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40個小任務 You really reason 追蹤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 下集團聚一家消息 先上網搜尋 三立新聞網 痛苦 痛苦 排便不順 真痛苦 快吃酵素王 睡前吃 早上盛場溜溜 吃酵素王 記得多喝水喔 排便之王 酵素王 保濟糖 你今天吃了什麼 你運動了嗎 每天瘋傳的健康資訊 多到報 微言聳聽 真假難辨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不要輕忽小問題 我會藏在細節裡 專業顧問團隊 守護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方 發發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恩次方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9點 三立財經台 三立新聞網紅部播出 無糖月餅 健康上市 中秋毫力都在新東洋 吉爾法 阿薩 鮮鮮自然 含有大量的膳食纖維 幫助你體內環保 促進新陳代謝 讓你窈窄迷人 吉爾法 阿薩 鮮鮮自然 無糖月餅 健康上市 中秋毫力都在新東洋 歡迎歡迎來到台股新攻略 現階段來說的話 整個指數真的是 就ㄍ在8300點 今天在尾盤的時候 還是勉強拉上了8300 鼎泰哥 大家都在等嗎 等這個結算也好 等這個所謂的美國聯準會 甚至是在等我們的證所稅 到底最後面能不能夠整個廢除 或是修正呢 在這之前來說的話 這個禮拜是不是稍微 就是偏這樣的區間震盪 對啊 你看早上 這個指數上下空間也不大 就在那個平盤上下盪啊盪啊 個股當然也有一些個股的表現 個股表現也不一樣 有的再漲 有的再跌 會跌下來了 你看那個347的華亞科 今天就殺低了 所以我說 我要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行情就是這樣 你必須忍耐個幾天 你必須忍耐 今天你看它底下剩多少量 764幾億 沒有意外的話 明天會剩600出頭億 我個人認為 因為你越接近的話 應該外資今天最後一盤是 是多空激戰的 權重股有出量 很顯示說 外資搞不好今天 在期貨這一塊 已經率先平倉了 率先換月了 準備要換月了 所以你看尾盤一大堆的 這是外資的做法 不過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留心啊 比如說我說 中國股市好像有一點不太對勁 中國股市大跌 你看那個上 特別你要知道 上陣指數現在 這個生育層質啊 又開始不太對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查一下 他又接近五百多家的股票 是暫停交易的 那麼如果那麼多 那麼多的暫停交易的話呢 因為中國當然 因為我最近觀察 因為他就是就是 就得 就得有點兩光 所以他們好像有一點默許 默許那個暫停交易這樣子的 你看又一大堆再暫停交易了 那會不會又變成流動性的不足 外資是對不喜歡這樣 因為你的基金投進去 你突然間暫停交易的話 你基金沒有被人家贖毀的話呢 他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你暫停交易 你暫停交易 當時開始交易很難講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時間點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我覺得陸股現在 會不會又變成一個黑天鵝的話 大家值得要做一個觀察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 國際股市現在也是很溫吞 也是很溫吞 那麼現在的重點在於市場上認為 9月就是這個禮拜 禮拜四 台北股市時間禮拜四 聯準會不會升息 現在這個比率相當高 就認為會升息的只到三成而已 所以美國股市現在反映的不是基本面 你看上禮拜漲了0.6% 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就是聯準會不會在9月這個禮拜升息 很奧妙喔 我還是強調喔 不管是幾成 現在大概超過五成的分析師認為 聯準會不會在本週升息 那就是在10月呢 還是11 12月 因為這個不確定因素一旦存在 多空就很難論斷了 那會不會說 延到12月他不見得會講 說沒有升息的話反而大跌呢 會不會這樣 你要想清楚 因為可能這個大陸今天為什麼大跌 那個深圳城市的話跌了快5%了 那為什麼大跌 因為GDP是被外資調降的 6.5的 好你看這個 反而這時候漲上來 可是漲得也很溫吞 都是0點幾而已 那麼我個人認為油價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油價好像高盛看空油價到20喔 高盛看空油價 所以那一天大跌 好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高盛在油這一塊是很有策略的 在油這一塊 這個我們操板工具裡面都有寫 高盛看空油價到20 那這個這個商品如果真的跌的話 因為從今年 今年的這個一二月份開始的話 油價只要跌的話股市也不見得好 因為有些聯動性的這個相關企業喔 所以你要注意說高盛看空油價到20 雖然他說看空油價到20 那麼會不會顯示經濟基本 你看他的理由是說擴產的關係喔 但是會不會影響經濟基本面 這個因為油價跟經濟基本面有關係 那為什麼這樣看空的話 都是希望聯準會不要升息 因為聯準會升息跟通膨有關係 可是你油價一旦一路一路看空的話呢 那麼會不會希望聯準會不要升息 可是聯準會走到這裡啊 我們套一句廣告用詞叫做 吃這個野養吃那個野養 不生嘛拖了那麼多年 會不會造成更大的一個風暴在後頭 這聯準會現在還兩難 兩難 那聯準會的主席物說今年一定要升息 這個很麻煩喔 這個很麻煩喔 聯準會是一言九鼎的 好 那麼事實上也因為這樣 全世界在這些金融商品的變化都不大 那麼即使孔剛指數也是二三二四 這邊繞來繞去就回到二十三喔 你說二三真的是很安全嗎 二十五是關鍵 二十三真的很安全嗎 這個也不進啦 因為之前啊 今年始終都在十一十二十三那邊 現在還是二十三了 現在還是二十三了 所以高盛看空油價到二十的話 會不會造成接下來的一些油價的風暴 這個還要觀察 因為我說過高盛看油價這個 高盛看油價的黃金這一些有沒有 原物料的族群的話 高盛是有一套的 是有他的這個觀察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參考 好 那現在又眾說紛紛了 因為一下子蘋果 這個蘋果又賣得很好了 預購又要就很好了 蘋果又漲了 對不對 可是我剛才跟大家講 今年蘋果跌到今年的低點在108塊 跌破100塊的時候 那市場上有一件消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因為中國股市的大跌 讓中國這一代稍微有錢想 因為都跑去買股票了 都套在裡面 所以他們能不能再拿出大錢來買蘋果 我認為這是一個疑問 蘋果今年的跌到九十幾塊那一次 就是因為這一個消息一面 那現在蘋果又小漲了 小漲還是小漲114塊 也大概在年限附近徘徊 那其他都變化不大 其他都變化不大 其他都變化不大 震盪啊 你看但是有幾個大家要注意 注意得下就是說 你看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通訊晶片的Maveo Maveo 看一下 跌了16% 這個跌了16% 注意喔 破底 那麼美光好像也開始不動了 開始又不動了 又跌了喔 然後呢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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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Porto A有關係的 這個叫Porto A跌了18% 都反映這個 基本上有大的疑慮喔 像這些大家都好 注意說 你一大早從我們的操盤工具裡面 你知道這全世界 到底什麼股票在動 跟台灣相關的產業是什麼 像這個Porto A跌 跌18% 這個標準是Porto A 它的最大的客戶 Porto A的最大客戶就是它破底 跌了 單日跌了18% 然後那個Mabel呢 通訊晶片 單日跌了16% 我想這些大家都應該要小心喔 比如說 我們透過這個畫面 來跟大家講說 我們等一下再看 中國股市這一些的變化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說 大概就這個禮拜 就剩這幾天 明天的量會更縮 所以你如果要做多 或者短空都可以 但是不要做很長 有時候當日 隔日就把它沖掉是最好 因為不然就不要做 沒差到這兩天 好 關於這個指數的話 要麻煩這個議員 再跟我們講一下 好 我們來看 情貨市場最後面的收盤表現 在這個台子期的部分 也是翻紅的 那麼在最後面的收盤 是來到了8273點 小漲了7點 電子期呢今天呢 就是維持在了 紅盤的格局 小漲了0.1% 但是金融期 今天就稍微 比較弱勢一些些 最後面呢 是收在了平盤之下 是下跌了0.2% 那麼指數呢 是收在了1047點 一邊來看HOTC貴買指數的部分 今天算是最強勢的 上漲了0.6% 在這個最後的指數 是115點左右 那麼鼎泰哥 今天來說的話 好像這個期貨市 現貨市場 都是硬生生給它 拉到紅盤 對啊 到底是怎麼樣 維持在8300點左右的 一個行情來做結算嗎 因為外資還是有 它的期貨的多單在 還是會 還有那選擇前 是有點轉空了 所以這幾天 大概就這幾天 就有一個觀察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際股市 我說過 現在這個盤走到這裡的話 就有一點焦灼 那投資派如果你 你如果看這個 甚至我認為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莫名其妙大跌 不然大概盤後也是 倒窮也是小漲小跌而已 但是今天露股的收盤很重要 露股的收盤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看露股 我說過 事實上各家看法都蠻雷同的 包括莫比爾斯等等之類 露股大概最好是 如果對多頭最有利 是不要破這條線 因為他一旦破這個一定 如果破這條線 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這是露股的周線 這是露股的周線 露股的周 上陣的周線 周線 寫在這裡 忘了寫 這是周線 周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缺口 那大陸股市跌到這裡的話 事實上它漲得也快 跌得也快 你看這個 這個倒窮的周線 那給大家看 倒窮的周線是這樣 長期慢慢的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這現在最近才這樣子 現在在這個地方 可是大陸股市從去年 去年一下子就漲上來了 漲得也快 回來的也快 那現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 一直沒有辦法突破的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缺口 那如果現在它最好 如果對大陸股市最好 就在這邊整理 大概各家看法都差不多了 它必須 因為它速度太快 籌碼全部套在裡面 籌碼要消化 沒有那麼快 籌碼要消化 你套住的籌碼要消化 沒有那麼快 一定是長時間整理 才能夠消化掉 那大陸股市已經動到 這個中國大陸已經動到 這個外衛存體 這個大家都很感冒的 因為這種操作模式是很詭異 但是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條重要的線 三千點不能再破 因為它是之前來的 相當重要的一個支撐點 它一旦跌破 就是表示說 有什麼事情發生 比如說年準會的利率會議 如果給它跌破 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整理的時間就更久 因為這邊 整個都在這一塊 它一跌破就會來到這一塊 你看當初這一塊是整理十年 整理十年 整理十年 它又回到這個整理區 還要在幾年 它最好是在這邊整理 三千不要破上陣 可是會不會破 沒有人知道 搞不好 但是有一個意外跌破的話 這個意外一定跟年準會 的利率會議有關係 因為大陸股市 大陸 中國就說 他們這次為什麼大幅的回檔 是因為年準會要升息 所以會不會用這幾天來下跌 比你年準會不敢升息 它至少在這邊撐得住 可是一旦跌得很重 跌破了這一條 一旦跌破了這一條 那必須來到這裡 那以後中國大陸股市 就比較沒有參考性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像最近你看那個前兩天 你看那個莫比爾市也是這麼談 因為大陸跌過了 跌過了 它如果又回到這個區間的話 又來到十年的這個 所謂的整理區間 所以即使又遇到什麼樣的風暴 大陸股市也不見得會再大跌 它是要進入長期整理 只不過我說過 是在上面這個區間整理 還在底下這個區間 差別很大 如果在上面區間整理 它時間會縮短 如果在底下區間整理的話 這個就要好幾年了 這就要好幾年了 那麼我們看法都一樣 這個大陸這邊整理的 一兩年的話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在底下 整理就不會是一兩年了 這個我跟大家講 所以大陸股市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變成這一波暴跌的原因 這一波全世界股市大跌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暴跌 它漲得也快 跌得也快 所以大陸股市變成是 這個波段很重要的 好 我們再來回到這個道雄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道雄的周線 它的盲點在哪裡 第一個 道雄已經跌破了這個所謂 一直以來上升的軌道曲勢線 那照理說這一條線這麼重要 它已經快速上來 因為之前都沒有跌破 你看之前都沒有 它趨一下就上去 它趨一下就上去 這個真的是乖離很大 根本是沒有跌破 但是這次突然間跌破 可見你也不要對國際股市抱著太大的樂觀 一個這樣的技術面 莫名其妙的跌破不是沒有道理 而你莫名其妙的跌破 一定要快速上來 結果它沒有 它沒有上來 它只是在這個區間這邊整理而已 從高檔跌超過10% 一般來講超過10%就有短空的現象了 所以美國股市目前為止還屬於中空的架構沒有變 我說這麼重要的一條線的話 你破的話 你碰到都會上去 你看 碰到都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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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連碰都不會來碰 可是這裡卻跌破 這個不要小看 這個壓力會很重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道琼的這個 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道琼的日線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道琼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這兩條移動平均線 跌破了 那麼已經出現死亡交叉 那這個死亡瞎炸也是相當嚴重的 據說因為長久以來這兩條都在 在美國他們的這個機構法人認同的在技術面 因為老外的技術面弄得很簡單 他們也不看什麼KDRSI 全世界大概只有我們跟中國大陸在用而已 就是說中國大陸跟我們用KDRSI那一些的 循環指標 那他們美國國際上管理不用 因為那是數學 那個準確度很低 經常鈍化 那最有用的大概就是這種所謂趨勢線 那我的移動平均線是屬於趨勢指標 那我會跟大家講說 這兩條線是他們觀察的重點 到現在還是 你說美股上個禮拜好像漲 沒有 它是一天漲一天跌 那我們照到這裡來 照到這裡來 照到這裡來 你看 你看美國股是剛好 現在從股災之後 然後上來 一孔一開一針 你知道嗎 那你看這兩天是到最後階段了 這裡最後這樣 這階段了 剛好擠在這裡了 那也快要分出身份 那兩個情況 如果打第二隻腳 那也可以 打第二隻腳 但是打第二隻腳的原則 這個跌下來的 如果你是直接就跌下來再上去的話呢 幅度不大 沒有破這個幅度不大 如果你能夠破這個 那幅度會大一點 但是你又不能跌太多 你說你一萬五千點一破 跌超過2.5% 跌比這個點超過2.5%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它就不是 不是所謂第二隻腳 它就變成這樣子 這樣的做法了 不是第二隻腳 我是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可以打第二隻腳 就這幾天後的震上哲 你越沒跌的話 你會有彈伸的幅度越不大 反而不大 因為你一直沒有收復這一塊 你可以說沒有收復這一塊 是因為林主會要升息 或者林主會的利率會還沒有確定 可是如果是真正的多頭架構 早就應該要上來了 我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我講 往年的時候它一破就上去 甚至碰一下就上去 那這次居然破了 而居然沒有上來 這表示說這個疑慮開始有了 開始有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最後關頭 它就在那邊繞來繞去 那我說過如果第二次 如果林主會的利率會 解讀為利空下來 無所謂 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 那第二隻腳有三種情況 應該說兩種情況 第一個 沒有比它低 沒有比它低 沒有比它低上來 這個反彈幅度不大 籌碼根本還沒洗乾淨 那第二個呢 破 破這一個點 但是要微破 不能破太深 破太深就變成這樣子了 你如果微破的話 上去的話 這個反彈幅度就會大一點 就有機會來攻克 這上面這個區間 會不會扭轉空頭呢 就是靠那個 那個所謂的架構 好 這是我跟大家講 大家還是要小心觀察一下 國際股市 尤其大陸股市 現在這個也不怎麼樣 可能這一兩天又有破線的危機 德國股市也是一樣 你不要說他沒漲三四千年 漲到一萬二 他也是在這個軌道線上 也都沒有破 但這次破了 不過這次 德國在破方面 比美國好看 他破了就開始在這上面整理 這是他 他比較好看 第二個當然也比較難看 比較難看 為什麼比較難看呢 我說道琼 道琼至少在這個地方 還是一個像樣的多頭 但是呢 這個就比較危險 這是一個一頭部就變低了 這兩個相比較的話 德國比較 德國股市比較像空頭 這個還勉勉強強 但是德國比較好 是打到這一條線 停止上來 停止上來 這個就是說 未來兩三天 就會有給大家一個 比較明確的答案 那麼台北股市的加錢一樣 我們跟大家講 加錢指數 21週轉折 我想大家現在整個市場上 都在講這21週轉折了 接下來呢 8500的這個怎麼過關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卡 怎麼過關 一樣喔 那麼如果以這個日線 剛剛那是週線 日線來看還是寬8600 因為8600是季線 這8500到8600是季線 可是我跟雅股開始大跌了 你要注意喔 這個雅股市也不太妙 不是很好 那底下正所稅 到底你漲這一段之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 招一下我 你漲這麼多 那你底下 你看看底下 林如會升級的正所稅 21週轉折等等之類的 我再講一遍喔 它已經漲上來了 到時候底下 是要解讀利多出境 還是利多剛開始 還是利空剛開始 這樣懂嗎 這個都不知道喔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包括今天的金電 華亞科 格局都不一樣 我們來看幾檔股票 也都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譬如說這個4966的 這我跟大家講 你看這個普瑞 電腦圖表普瑞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只能講到這個地方 他剛剛也在圖到這個地方 對 那會不會上去 你看來到這裡 開始把它變溫吞了 對 8086的也開始 雖然過關變溫吞了 3474的華亞科變溫吞了 對 所以都來到這裡去 比方說這些重量級的股票 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你稍微耐心等待 這一兩天的答案 謝謝大家 好 今天在萬資的部分 就多單再度的減少 1700口左右 那麼更多的分析 繼續走我們的節目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